在完美才能推向市场 就是基于它这种偏执型的 和狂热型的对技术的热爱程度 所以给整个世界带来了iPad iPhone这些优秀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的型直接造成了 就是苹果公司的股票在世界中 一直处于高位 很快就超过了微软 称为世界地资最高的股票 我记得在11年的时候 它的股票市值达到了三千多亿美元 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 每个人每天穿着不同的衣服 说着不同的语言 这就是带给社会外在的行 包括你对别人的彬彬有礼 你对社会的这种热爱 你健康下场的热情 你一个一种成功者的心态 都是会造成你完善的 就是留给人好印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会 记得我刚进入可口可乐公司 做营销的时候 我的经理告诉我 你要想实现成功 你首先打扮得得像一个成功者 我一开始不太容易理解这话 怎么样呢 他就说 首先你的语句 谈吐 穿着 礼仪 都得像成功者看齐 这样你才逐渐会走下成功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觉得行和事 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有些时候我们也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在不断地建立自己财力和人力 这些的同时 使自己的社会的地位不断地提高 这也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方面 其实只有你有修养有水平了 你才会和这些优秀的人才结合在一起 他们才会接纳你 这个记得陈安芝先生说过这样的话 有过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 陈安芝通过大学几年奉斗以后 他和别人说 就是特别碰到他的安东尼罗宾 他的老师的时候说 老师啊 这个为什么你一年轻易地抓到了 一亿多美元 抓到了这么多钱 我呢也很像你一样勤奉努力 我为什么只抓到一百多万呢 东尼罗宾问他说 你每天和谁在一起 陈安芝一挺胸脯说 I was a millionaire 就是我和百万富翁们在一起 老师说你这还不行啊 我每天和亿万富翁在一起 所以我抓到了那么多财富 从这样一个角度上讲 我们在考虑人生的时候 我们要和不断地和高层次的人 在一起学习 学习成成功的经验 这样人生才获得成功 平常我们谈到成功一定有办法 失败一定有原因 所以要想成功 你就从外形来打扮一下成功者 在军队方面 你要想取得胜利 那留给敌人影响是 我们是一支不可侵犯的军队 是一支装备完善 纪律严明 凶列有素的军队 在战场中 他才会不会被敌人打败 敌人也不敢贸然向你进攻 那么在社会上来说 我们每天接触不同的客户 接触不同的人 所以同时要善于学习 记得有人说过是 人生是有三大悲哀 第一悲哀是 父母借在而不孝 第二是 有良师而不学 就是有很好的良师 很好的知识 他不能认真去学习 第三是 有好友而不交 人生交朋友的素质水平 直接反映 你这个人到底是在什么层次上 如果你每天 和比尔盖茨这些人在一起 那么他的美德 他优良的这些素质 你就会学到 你也会逐渐走向他成功 当然能不能达到 他那样的辉煌呢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孟子说过 欲求其中 欲求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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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求上上 这句话很容易理解 就是说 你要想得到很高口水平 那你必须向更高的目标来看齐 实际中达到的 也许只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所以人生设定目标很重要 企业设定目标很重要 国家设定发展目标也非常重要 没有明显的目标 就像一个茫茫大海上的一只小船 不知道该飘向何方 等待他的都是每天迎灭刮来的逆风 正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想到 人生有几样需要积累 第一个 财富需要积累 特别是上完大学以后的年轻人 要不断地积累自己的财富 大家知道 金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他决定了 每个人每天都要需要他来 购买财米油盐酱醋茶 我们考虑这个因素以后 同时要积累健康 健康是怎么积累呢 是很好的饮食协惯 加上很好的锻炼 同时需要培养的是什么呢 是非常友好的一堆朋友 和人际关系 成功在于30%的知识 加70%的人际关系 这样获得成功 这个问题在我刚才呢 已经做过系统的阐述 在军行这个问题上 有两个势力非常能说明问题 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青梅竹酒鹿英雄 当年刘备由于势力特别小 就投靠了曹操 在曹操的手下做一些事情 刘备关羽呢 也都有英雄之气 包括张飞 那么曹操也洞察 刘备是英雄 如果说是有腾病天下之治的话 曹操就要除掉刘备 刘备这时候在后院种菜 曹操突然而来 这时候张飞呢 和关羽都在外边 曹操坐下来以后就说 始终久力释放 可知世子英雄 就是说刘始终 你到这些地方经常去看 可以知道世界上 哪些人是英雄呢 刘备就列举了 从曹操之外的 袁绍 袁术 吕布等人 曹操认为都不是英雄 刘备就问曹操说 那你以丞相之路呢 天下谁为英雄 曹操说天下英雄 为始终于曹耳 就说天下英雄 争夺天下的 无非是你我俩人啊 其实在这个时候 刘备是视形于弱的 就是我不能显示强大 我是寄人理一下的 我需要透露出我的弱点来 处处没有大智 要透露这样一种形态来 这样才不会被曹操所害 曹操说完以后 刘备是非常害怕 这一下子把筷子掉到地下 刚好这时候呢 也贴打了一个雷 曹操就认为说是 大丈夫也怕雷声吗 这个刘备说当然怕了 我这个情况 也说很含糊的样子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曹操就认为刘备啊 既然雷声都怕 看来也不是什么英雄 也就放过了刘备 后来竟然呢 借给刘备 五万人晚上去徐州 从而刘备一下子 逃脱了他的牢笼 人生有些时候要示弱 有些时候要示强 特别是寄人了一下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示弱 这一点很重要 天地下不单单是 刚知的人 是英雄 而且是能屈能升的人 才是最终的英雄 才能是夺取天下的英雄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讲到同样一个事例 也就是刚才说的 另外一个例子 是松病适行 以轻旁居 旁居和松病呢 都是鬼骨子的学生 而且旁居是非常善于 制弓的 他一度死去呢 振兴了魏国 凶列的十几万大弓呢 当时在魏国是 所向媲美的 周围的敌人都很害怕 他当时呢 准备吞灭 赵国就派大弓去进攻赵国 赵国呢 只是打不过魏国在赐私 所以就向齐国求救 希望齐国来出兵帮助他 齐国几经讨论啊 就派松病为军师 铁骑为主将来去进攻 松病提出的建议是 我们应该直接攻打 魏国的首都大梁 也就是现在的开封 而不应该去跑那么远的路 劳失续远 去崩溪 赵国的首都 寒丹的城外 这就是我们历史上 著名的唯卫救赵 当松病和 铁骑的军队 快要到达大梁的时候 这时候呢 旁决得到消息 不得不回兵 因为首都不能让人家给攻克 回兵的路上呢 千里崩溪啊 他一轻轻回去 救这个大梁 同时呢 也想借此呢 打败七国的军队 松病在退却的漏上呢 是一开始是做了十万个人吃饭的灶 他就告诉军徐来这样做 就是先要露出我 我有至少有十万大军来此 旁决过去追过去以后 看了手下灶 十万人左右吃饭的 又追了三天 再派人去数 估计其军还有多少 五万左右 他说得到五万左右 再过了几天去看 他爷徒 就是齐军的 齐军的凶造的时候 两到三万左右 在中国古代作战的时候 士兵很容易逃亡和流失 旁决此时此刻呢 认为 齐军当时是外号是雀 就是雀诺的意思 是看来的 齐军就是已经好多士兵 已经逃亡了 现在只剩两万人 所以说 他就派五千名亲戚 亲自带领去追击 其实在此时此刻呢 齐国军队并没有减少 而是在马陵道上 设下了埋伏 在旁军到此的时候呢 看到远处一棵树下 旁军举火把过去看的时候 树上写着 旁军死于此树下 旁军看到知道中计 这时候 这个山的两边呢 万劫齐发 射死了旁军 那这些事情说明什么呢 有些时候 要视敌人以强大 有些时候要视敌人以弱 这样才能在 各个阶段 各个朝代 在立朝令的战争中呢 立于不败之地 才能保全自己 在立朝令在作战中 保全自己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 是强者的社会 弱肉强食的社会 要善于保存自己 是为了更好的迎接明天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所应该做到的 特别是一个员工 如果你在企业 做一个普通的员工的时候 那么你应该学会 如何做好一个员工 给领导一个好的印象 在每个环节上 学会经营企业管理的方法 当好士兵 是为了更好的将来当将军 大家都知道有句话 南方龙说的 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那么在当士兵的时候 就应该如何 想着把它做好 做一个非常好的 优秀的士兵 将来成为将就 我们知道 洪兄从三四年开始 长征三五年 以及到三六年 到达陕北的时候 洪兄由以前的四十多万 所解为到陕北的三万多人 是个巨大的战争解约 然而就是这三万多人 以后在抗日战争中 在解放战争中 都凭这些部队 这些走过长征来的人 作为骨干 来戒列了几百万军队 从而打下了江山 统一了中国 所以说 松子台道 说是我们如果 不如敌人的时候 我们要守 我们要坚守 要胜过敌人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考虑 如何去进攻 在这个世界上 流行的作战约则是 强盛而落败的理论 所以说要积累力量 修道而保法 使自己的国力 使自己的财力 使自己的人脉的力量 做到最大化 这样就可以在复杂的战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选用人才也是重要的环节 葛游说过 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 只有一流的人才 才能创造一流的事业 在人才越来越重要的今天 我们中国也是非常重重 人才战略的 国家推出了千人计划 就是选择一千个最顶级的人才 来回到国内的报效国家 改科开放以来 中国有一百多万留学生 到美国来学习 后来陆续回到国内的 只有十几万 但大多数留在了美国 我相信 当我们祖国强大的时候 这样一些优秀的人才回去 介绍我们的国家 促成我们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军行这一篇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篇幅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